大家好,又到FIGURE堂的深水開箱的環節 這次繼續講述Kobe,上次介紹過兩款 一款是德國裝甲車,另外還有美軍輕型坦克M5A1 這次就跟大家介紹特郡 因為一講到二戰的東西,德軍的武器、軍備、服裝 全部都是比較有人入勝一點 不過事實上很多現代的漫畫電影小說 其實很多時候都參考了二戰時軸心角的體制 或者風格、氣氛之類 當然,以我認知魔界的背景差不多一戰 所以很多巨大的戰役 都對日後的市場和社會有很多影響 不要純粹創作、民生或產品上都會有很大的影響 那這次呢,這一隻呢,我們就... 一會兒有些故事說 不會長的 那當然呢,看看盒子 這次呢,看看盒子 那FIGURE就有... 咦?原來是有兩個的? 那是一架二次大戰德軍的,我叫做戰鬥轟炸機 或者叫做輕型轟炸機 我這樣形容,BF110C 這個也是名機 基本上呢,德國的空軍在戰時 其實大部分的機種都很出名 為什麼呢? 其實德軍研究來說 主力的機種其實是很少的 即是說他們不會有太多的型號 例如美國、英國 其實戰機的機型更多 甚至可能日本的機型都要比德軍更多 其中一個原因呢,就是... 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 主要應該是一個預算問題 即是那個... 即是當時希特拉其實是幾... 即是據我了解,幾乎兩位空軍的 還有...甚至是海軍 好! 後面,看看吧 盒子裡面除了有那個... product shot 之外呢 還有一些歷史圖片 輕輕的歷史圖片 兩個公仔 待會拿出來給大家慢慢看 有兩個公仔 他們是波蘭的公司 剛才叫做EU公司 即是歐盟的公司 其實在波蘭設計 在波蘭生產 所以就不是我們一般 大部分朋友仔 以為是一級的 翻版 或者是侵權的 產品來的 其實就不是的 那香港的公司代理 其實是我的公司 那... 當然買都是可以去 我們相關公司的店 都會找到的 好啦! 來到希育肯 當然是介紹一下產品本身 那... 說明書方面 我會最後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那... 首先... 本身呢... 這款呢... 像有牌仔 他們本款都有的 有些部份的飛機 他們有... 有這個stand 這款屬於FW-190A 即是剛剛後面這個鏡頭 那... 那...為什麼不同呢? 我想是機身大小問題 那... 那... naj 牌仔 大小一點 還有... 更重一點 就不大了 那麼... 打算一下 拍一下機身 好! 那... 這款機阿姆 應該... 已經拉了一條線 那條線不複雜 其實是普通的黑線 那... 就... 穿這兩個... 就行了,很簡單 線就這樣勾在天線上 就這樣就沒有了 要扣上去就這樣扣上去 機倉才精彩 還有呢 先拍機倉的透明罩 那個年代第一支,有很多框架 即是支撐架 這裏他們沒有上色 好處是清晰一點 不好處當然沒有這麼真實 但我覺得上色一定會上得漂亮 但透明更好玩 因為上色會貴很多 會很忙的 好,看看機身 機身呢 其實之前在ToysTV的直掛節目都介紹過 前後座很可愛 比較有趣 這支炮很重型 不是普通的機張 是對空對空的炮 人仔拿出來 我要先移開一點 好,這個人仔1號 2號都好了 其實挺漂亮的 你看看慣慣了 那個真靈的樣子 其實挺好看 挺漂亮的 當然沒有那些隨得 不用說 那我發現一件事 那些帽子 頭仔 應該可以跟這些駐留牌子互配 待會讓你們看看 好 我現在直接試試看 好,那我先拿了一個 我自己收藏的那些 可以試試看 好 好 這個呢 剛才就是那個 他們的帽子 你看看 戴到的 當然是否100% fit 就不是 啊,不是 完全戴到的 那我試完頭 不差了 新也是可以的 新腳就不用配到 頭呢 原來是不行的 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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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師兄們懂得 自己照顧自己 這些頭仔呢 多個用途 用來做改裝 自早都可以 這次不小心發現了 這個 產品的負價值 我叫負價值 好,另外 前面的機師 兩兄弟 兩兄弟 分別 這裏 還可以動的 這邊沒有出控桿 這邊沒有出控桿 這邊有機關槍 我們叫做機關炮 那前面呢 這裏是甚麼來的呢 這裏有一個類似準星的物體 這裏有一個類似準星 因為它再前面一點 這幾輪 就真的 一個重型的腳印刨 我想等於這裏是一支 但是四支 所以其實戰鬥力來說 都頗強的 好啦,拍到這裏 一邊說 順一點 這些DECO 其實就是我們 貼下去的 這個不是 這個不是 這個不用擔心 應該很難貼的 這個在廠裏就做了 上次說過 逢竟一些原裝 即是同一塊磚裏 可以出的DECO 它們都會做的 例如 泰克車的星星 以及USA號碼 都是不用自己黏的 但是飛機要自己黏貼 為什麼呢 因為它橫跨了幾塊磚 事實上都很難一塊過出 如果一塊過出 你不開心的 即是玩職務 也不漂亮 所以這些位置就自己貼了 這個位置就自己貼了 好 所以全的機身有很多DECO 兩邊一定有 不用說 這裡的位置 你看到有點黏得不太好 對得很漂亮 但如果師兄有心思 應該很好 這些位置就多了 所以不用擔心 高手門你們可以磨掉 那我就懶了 不磨了 因為始終是積模 不是模型 我覺得就 OK接手 OK 好了 基礎講完之後 講一下引擎 引擎 引擎 都排氣口 在這裡 沒有搞笑的 好了 螺旋掌 可以的 好 就講一下這裡 其實上次直播也有講 不過這個再講一次 因為是好東西 就好 這些螺旋掌 大部分的飛機 只要真實飛機能夠升降 其實它也會做回升降 我的聲音不夠清除 其實它有一個位置 就是跳齒位 也是叫跳齒位 就會上實了 那個螺旋掌 就是螺旋掌不會輕易 動 如果當天我們放下來的時候 聽到聲音 可能玩得多 不太清除 但你搖不到 搖不到 那螺旋掌也可以搖 不用說 而且螺旋掌不是一隻色 是兩隻色 它的車胎要搖一搖 它應該是再裝一塊件 就是一個銀色的螺旋掌 然後外邊再裝一個橡膠 這個真的是橡膠 即是感受 這叫軟膠 即是像車胎的 以及有絕力的 變成精細度高了很多 好了 除了這裡的機底 還有一個炮彈 這些炮彈可以動的 我記得有些外國的朋友 拍片 會把這些炸彈放出來 因為是一顆顆 全隻啤的 這個是全啤的 即是完整的 一顆 這些機底 是否有繩子 但他願意去投資 開發的一個炸彈 其實是很開心 好了 看看液量好不好 其實這裡是 這算是一個原件 那有什麼好處呢 這樣出來的話 因為它不是太大 其實 會還原回 真實歷史裡面 我們想見到的機型 即是你也知道 玩得意淨的朋友 其實一定有要求 對不對 好了 那些配件不鬆的 好了 先拍一下這隻翼 翼的那些 這裡是沒有漏的 這些複翼 全部都可以動的 當然它不是做完全部的複翼 譬如這個複翼 就動不了 但它有做出來的複翼 複翼都可以 應該實物 應該還有其他複翼 那就不說了 那麼 迷彩的顏色 它也做了 用這個磚的不同顏色來做 所以其實挺花心思的 因為它重新設計過 又要考慮了一個結構 因為它的翼很薄的 看到嗎 很薄的 其實是容易爛的 所以它每一層 會疊得很好 如果不然 結構就會弱 玩一玩可能會屈 摺 但是我玩不久 就沒有這個情況 真的有時候 我脫機頭出來 也不會脫 也不會爛的 當然是最邊的位置 就要小心一點 其實比沈翼仔 玩得很開心 手感的大小 好像一尺長 其實很開心 也不會太小 也不會太大 好了 有複翼 尾翼也有複翼 這條線 我一會兒再弄上去 尾翼也有複翼 這條線 這條線就不可以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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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整個手機 其實就 結構上有沒有弱點 其實就 我想在翼的位置 哪個位置 容易一些 大力撞 它會脫掉 對嗎 但是呢 正常玩這樣推 這樣推 這樣推 OK 沒問題的 直接玩降 就行的 是吧 沒事的 所以是很緊 上次Elman說很害怕 不用怕 沒什麼怕 對 剛剛好那條線 不知道為什麼 好了 那就做回 所以這個位置 其實整個飛機 很真實的 你喜歡玩開的機 師兄也知道 都已經在那裡 那些顏色 不鬆不緊 有活動部件 螺旋掌 會動得降落 可以接 要一些位置空間 因為差不多打橫 超過14-15吋 機身的長度 差不多12吋 好了 我們拍一拍 我們的說明書 其實很多時候很精彩 在後面 原來有墊欄 出了好幾款 有P38 其實我們也會介紹 BF09 Speedfire 好 看看這個說明書 鐵鐵的 不多 也介紹過 說明書方面 質量沒有問題 切鏡沒有問題 即是很準成 即是不會 露點了你 即是砌錯 當然反而 砌顏色的時候 如果大家是原味主義者 就要小心對色 因為這些顏色 其實是容易混亂的 有時候是一比一的部分 也會開始量度 所以大家可以提醒一下 大家要小心點 顏色 正面 還有有沒有紋 這樣就不會砌錯 因為有時候砌一砌都沒有一件 原來我把一件砌錯了 所以就不見到一件 後來找出來 那就沒事了 好了 砌過程是很過癮的 整個結構 是很有心思 令整個結構很穩陣 而不是隨便做形出來 就算數 或者想省了 做細節一點 這個完全沒有其他 我們所謂的細廠 或者是翻版廠的風格 完全有大廠的 程度 好了 那幾個步驟呢 總共呢 75個步驟 這樣就砌完 最後就是貼紙 最值得是貼紙還原 還有 迷彩也做得很好 即是迷彩也做得很好 我最值得 我總是介紹完產品之後 就給大家預告 下次介紹這架 謙毛好不好